日元受到日元贬值的影响 专家要告诉你到日本买什么最划算 还有机会把旅费给赚回来 脑缩咖啡缓缓倒进杯子里 打出家里也能变身咖啡馆的胶囊咖啡机 近年来超夯 不过若在日本买 能省下一半费用 难怪不少人甘愿当日本搬货族 严小姐2014年底到日本玩 早在出发前就锁定多款家电用品 尤其就当咖啡机是达人级必买清单首选 因为即使台湾中年金价格 都源源比不上日本持购价 原价的话换算成台币大概3000多 可是这如果在台湾专柜的话 要6000多块机器7000块 日元贬值加上日本百货活动 折扣平均是台湾售价6折往下看 等于买一件赚一件 除了这辆咖啡机 日本买省很大的 还有日排水波炉 台湾2万5价格 到了日本万元上下 另外像电子锅 台湾原价逼近2万4 日本当地买却只要1万出头 空气清淨机台币1万多元价格 日本买直接砍半 达人更透露 如果选对时机去 买到的商品跟台湾价差 还有更大空间 有些拍卖的特会 像年底的时候 它有优惠的活动 新年活动 像我们台湾有农历过年 除了日元汇率直值多以外 现在还有日行业者 将免费托运行李限额 从一件增加为两件 看准不少人喜欢到日本搬货 全日控跟日行 还提供两件行李 免托运服务 等于是40几公斤的重量 难怪载重的商品 也有人搬 如果是两件的话 那就是额外的一个选择 日人持续下跌 赴日写冰正夯 但多做功课 选对家电 在台先比价 就能减到对半价格 搬货贴补旅费 记得强青顺李佩璇台北参观报道